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宣布一个政策 他就会自动执行 还是要有准备 就是要我们参照做事办 然后再把有问题找出来 那再修订SOP 再从事办的地方再推广出去 从医务人员开始事办是对的 为什么你知道 那个快篩 要做到标准都不太容易 所以如果你现在马上说 所有人自己做快篩 我跟你讲那品质很差 但是这样我也知道 侯市长现在他的焦虑就是说 其实这些事情应该是 早就要开始准备了 我态度这样 事情发生就发生了 抱怨也没有用 所以第一步的确 应该是第一阶段 医务人员先开始 因为我们要保留医务人员 来守住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以不要让医务人员动不动 就退出战场不能工作 这不行 所以医务人员应该首先 事办以快篩代替隔离策略 第二步就是说 叫国家民生必需的人 比方说我随便讲一个 批发市场 你不能说批发市场一个感染 那整个半个批发市场 就全部隔离不能工作 那整个民生物资运送就出问题了 所以比方说这种民生 维护民生必需的是第二阶段 最后才是老百姓全部普遍实施 坦白讲这个制度要实施 还是要训练 这个快篩不是每人做都很标准 所以两边讲的都对 侯市长是因为这个已经战况太紧急了 那个他也很抱怨 中央说要分三阶段其实对 但是事实的真相是 应该早就要开始了 但是这样亡羊普劳了 我们就从医务人员先开始了 就开始逐步实施了